第三周的作业 另外一个 这叫做Fibonacci Driver 这个是FibDerv 这个FibDerv 它是什么的缩写呢 它是Fibonacci Driver 或是Fibonacci Device 在这个作业是我们第一次 很有趣 这是第一次 你在Links 课论开发程式 为什么之前花很大心思要求大家 把西元学好 为什么 因为现在就用到 而且你对西元做得越严谨 你写出来的程式越安全 在后面的课论开发会更好 反过来说如果你开发程式 就是一天到晚遇到什么 记忆体的问题 然后你开发课论会很辛苦 因为你写程式写一写课论就crash 你说我有虚拟机器 重开很快 但是你为什么不让自己程式码变更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作业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考验说你对程式码品质的要求 检视你的素养够不够 然后这不只是你第一个 执行在核心层次的一个层次 你也可以去复习这个数值系统 那在这个 在第二周的进度 第二周的进度就讲到什么 就是讲到这个西元的这个数值系统 所以这也是个复习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的作业设计里面 都是有高度回应的课程内容 所以你在做这个作业之前 你应该要花点时间把这个课程的解说 共笔还有它相关的对应的材料 都看过一次 你们发现一周二十个小时一下用完 你们觉得每次遇到作业dayline 或是每次看到新的作业的时候 就会垂胸啊 我的二十小时又虚度了 我明明可以善用时间 但是我为什么不去用 没关系 做正确的事永远不嫌晚 除了这以外的话 我们还希望让你去做数值分析 就是说 不是只是了解数值系统 然后真的去提出 怎么去实作一个 比方说大数运算 就是说你知道整数呢 它会有那个空间的限制 但是呢 我不是无止尽的 把30美元扩充成64美元 64美元扩充成128美元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往往不行 那往往我需要很多的策略 去想说 我这个值 运算数值它可能会怎样 它非常巨大 那我要怎么设计的东西是 它又可以表示很巨大的数值 但是它的操作 比方说做乘法 做加法 做开根套这些运算 又可以很快 这就是什么 就需要运算的改进策略 这起来就是要去探索的 然后呢 在这过程中呢 你会接触到VFS VFS在我们 有Linus核心设计讲座呢 有探讨过 就是探讨过这个 探讨过这个 檔案系统篇 就是Linus核心设计的 檔案系统有去探讨 那我们这次先初步 初步接触它的一些API 所以你在这边来讲的话 你可能会看过一些 比较初步的 你还不会看很细的 那反过来说 为什么不先教 檔案系统 再跟你交这个议题 这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Linus核心设计越来越复杂 而且很尴尬的地方是 你还不能先学简单的 跟很多东西不同 天底下很多东西 你可以先写简单 比方说写PHP 写Java 你可以先写简单的 但是核心不喜 因为核心是一整体的概念 就是核心在改版的时候 它往往是这样 它整体就 一下可能就是一个 一个子系统 或是一系列API 它就变更了 而且更关键的地方是说 你今天学Linus核心设计 你不敢来做事的 不是只是在鉴赏 不是在举足的 你想如果说你今天学Linus核心设计 结果一行核心设计 我都管不了 你觉得你会懂屁 对不对 就像你读了唐诗诵词之后 你就写不出自己的诗 那这就遗憾了 你只是背而已 对不对 一个幼稚园的小孩 也会背那些什么 红豆生南国春男发起之 你写不出这个作品 没用 对不对 所以注意到 我们这件事的策略是什么 先让你接触科农API 然后接触过程中 你会得到一些参考资料 但是你可能会有些疑惑 没关系 我们在过程中 会给你一些建议 或一些指引 好 那之后 我们再完整去探讨打量系统 注意到打量系统 是一个非常深的 水很深的一个议题 好 除了这以外的话 我们会去开发自动测试系统 然后也会透过效能 透过工具去进行效能分析 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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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打出来 2-2-5 打出来 2-3 4 4 7 6 2 5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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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继续看这一次的作业 Fibonacci Driver 那这个Fibonacci Driver之前我们就要讲这个Fibonacci 这个是在中学时期应该接触过的东西叫废尸数列 那这个废尸数列呢 其实它的分析呢比你想象中的复杂 蛮多的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已经帮大家整理好资料就讲说这个废尸数列是整一回事的 这个小故事 有个小故事啊就是你说为什么一开始是什么1加1会变2加3会变5 为什么是这样啊因为它是它的场景是这样就是兔子啊假设它不会死掉 然后一直一直一直生子啊就是一直可以生孩子所以就去看它的总量啊那所以注意到呢就是你可以用数学方法去表达这个Fibonacci 指出然后呢在做这个运算呢这个运算是这个定义是递魂的定义对吧 这个很很喜欢这个递魂的定义 然后这个东西很好玩喔就是有所谓的公式解像这样 但是公式解呢很有趣就是你上面看到东西都是什么都是整数对不对 就是但是为什么公式解跑出一个根号对不对那会觉得头很痛啊对不对 好然后这个公式解呢注意到呢这个公式解呢不见得适合我们的这个作业 为什么你想啊根号根号的运算呢在我们的离善的电脑里面就是我们现在电脑是离善的系统 在离善的电脑系统里面呢要去表达根号是很困难的你忘记我怎样会有这个进度问题 然后呢你看这个所谓的公式解呢它不只有根号5 它还有什么n次方所以你看它的成本都蛮高的它需要开根号它需要除法需要次方 这个都是非常高成本的运算所以往往呢我会希望说不是用这个方法来做 因为这个方法呢运算成本很高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因为电脑是离善的 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去想就是有没有可能呢我们是完全只用整数运算 而且而且而且这样而且是够快运算的 好那所以呢底下呢就有一篇就是1988年的这篇硕士论文 然后然后总之就是那边有一些数学推理请你花点时间去看它 然后简直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是有机会用更好用更快的方法 那不然说这个Face Modular 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把刚才那个Face数列的分析做实践 就是它提出一些方法可以去加速它的预算 好然后呢这里也有这个对应的这个解说录影所以去看它 然后这个Fibonacci数呢其实它在自然界能有个对应 有一些生物的规律然后这个东西你可以去看 所以注意到我们今天讲这个Fibonacci不是只是让你有事情做 也不是这样其实它有对你的一些数学概念 好然后呢在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把这个式子做一些调整 所以这个这个调整呢你看我们把这个变成一个矩阵关系 那这个东西叫QMatrix 那这个QMatrix呢可以再进一步的缩减 对不起这个是比较数学的推理请你花点时间慢慢看 那总之呢我们可以把Fibonacci的运算把它转换成画面中 这样的一个SudoCore 那这样的SudoCore呢意义很重大 因为呢我就不需要反复的 反复的加法 那我今天可以用更快的方法去做处理 所以这边直接讲就是用刚刚那个方法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整个整个这个地回运算的次数可以大幅的缩减 好那除了刚刚那一些在演算吧 乘级的改进以外呢 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酷的东西啊 就是在硬体来讲的话会提供这个Core的Zero 或者是Core的TrainingZero 就是在硬体来讲的话呢会提供一些指令 这个指令比方说去找出就是第一个 就firstset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第一个1的bit 就是想要考虑一个bitmap或者bitarray 那或者bitset 就是说这个就是用bit创构成的那个资料结构 那这个结构里面很可能前面都是0 那中间某个1 那可能一开始就是1 那反正以这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 find firstset就是找什么呢 就是我去从我的那个msb most significant bits开始找 找到第一个设定成1的那个位置在哪边 所以你看注意到这个东西啊 这个1呢是很重大 就是说我可以去找出这个bit 那另外一个是我可以找到什么 找到它开头的有几个0 就是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 所以它可能是CLZ Core的Zero 也可能是CTZ Counttraining只有就看尾巴有几个0 就是从那个msb开始 从那个lsb开始算 一个从msb开始算 一个从lsb开始算 一个从lsb开始算 好 那注意到一体有这样的指令 然后这个东西呢可以搭配前面的数学试 请你自己去看 然后呢如果你对上面的这个地毁呼叫有疑惑的话 你可以搭配看那个你所不到西语言地毁呼叫篇 好然后呢注意到这个东西呢搭配之后呢 在运算上呢可以提高很显著的这个突破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图表给你做一个参考 那如果说Fibonacci数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还记得我们在第一周不是有提到那个prng Pseudo render number generator 然后呢这个Fibonacci数呢其实跟Pseudo number generator有关 也就是说呢你可以把Fibonacci呢当做一种prng 然后就是做便形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称为叫leg Fibonacci Generator LFG 那LFG呢在很多软体都有在运用 那接着呢有一些必要的设定 就是既然呢这是我们这 就是对很多学院来讲这是你接触的第一个核心的模组 那你要做好一些必要的准备 准备 然后呢最好是呢花点时间把这个教材看一下 这个教材其实不难懂啦 就是他没有解说录影啦 那没关系啦 反正就是看一下他在做什么事 就是把一些关键字先有啦 然后包含说什么driver model啦 bus driver啦 然后这个之类的 就是你先把一些关键字先有一点概念 然后知道他的这个大概的关联 然后一个device driver大概包含哪些部分 然后呢除了这以外的话呢在这边 这边的话就是更完整的描述就是跟你讲说 跟你讲说怎么去撰写一个kernel module 这个就写的比较丰富啦 那就是请你花点时间去看它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 correct character device 那这个character device呢在 在电视台讲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区分成 就没有严格区分的话大概是有三种 三种 device driver 一个是character device 另外是block device 然后再来是内部 device 所以就是主要分成这三种 这三种这个device 那其中呢我们这边给你的程式呢是character device 那所以这边就跟你讲说呢一个character device 怎么去撰写 那这边也是有对你的一篇文章 借你花点时间去看它 那如果说你遇到说里面的这个程式测试起来有问题 没关系 你可以把问题记在你的供笔里面 因为毕竟这些文章都是比较 可能会比较过时 Linux Come改很快 所以有时候你读一些教材 发现那个sample code卡不起来 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那Linux Come的风格是怎样 路见不平拿patch来填 就是如果你发现滴不过 跑不动对不对 你把它改到好 然后提交贡献 所以很多文章都是这种风格 那所以但是还是请你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这三个 那这三个教材其实看蛮快的 大概就是可能20分钟可以大概有点概念 那你可以在供笔里面记录你不懂的部分 那我如果看到你的供笔描述 我可能会花点时间去帮你恢复 好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这个FIDRV 注意到在Linux Come的里面 有很多词汇都会去做缩写 比方说这个Divinacci Serious 我们就把它简称叫FIDRV 那Driver我就把它简称叫DRV 那这个 这是我们撰写的第一个Cone Module 然后它是可以这样 它是货真价是执行在Linux Come的车子 所以它如果执行坏掉了 你的Cone也会更坏掉 但不要太紧张 没有那么容易玩坏 你的素养还是很厉害的 我相信如果你之前作业都有认真写 那之前测验都有认真反省 那你的现在素养应该会提高一点 好 那这个模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印出FIDRV 但是印出的方式我们是有要求的 比方说我们不是只是要求说 用很诋毁的定义去实作出来 我们要求说用前面讲的那些技巧 用那些数学推理 当然你要去解释这些数学推理怎么来 不然说你要去想 我怎么用一些处理器 现代处理器提供的指令去加速 好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就要求你这样 要求你说去真的在一个真实的电脑环境下 所以你不该再讯机器 所以你需要一个实体的机器 比方说你可以用多重开机的方式来 多重开机或多系统的方式来安装Linux 或是直接把你电脑装成Linux 每天用Linux就会变强 那很多同学说 那我把原本系统玩坏怎么办 其实没那么容易玩坏 真的不用再担心了 而且有个东西叫备份 你可以把必要东西放到你的云端 其实你看Google你都不担心弄坏了 Google对你来讲更远 你都没有付钱 哪一天Google政策改变的话也不到翻译式 好总之就是说 请你一定要在实体的机器上 否则我们这个效能测试会有偏差 好然后呢 然后说这个 因为Kernel从4.4以后 预设会开启这个signature 就是要签章 不要怀疑数位签章可能挂载 所以请你把这个sqboot的功能关掉 那请你参照这个文章 把这个sqboot的功能关掉 否则你会没办法挂载这个kernel module 好 然后一开始请你去检查你现在的kernel的版本 然后比方说kernel版本 unin-r 去看什么 看如果这个kernel版本 -a的话可以看到完整的 然后这是linux smp 然后这个2021年编译的kernel 那现在版本 我目前拿到的版本是5.4.0 好 然后注意到呢 为了要让后续的作业 后续的讨论都可以顺利运行 所以请你呢 一定要确保你的 如果你用ubuntu Linux 请你确保 一定要是20.04 或是更后面版本 好这件事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安装正确版本 你后面的程式会失败 会编译失败 然后你可能会遇到非一起的状况 而且最重要是我没办法帮助你 好 然后呢 那此外呢 请你注意到啊 就是请你用这个who.mi这个命令 去确保说呢 你现在的执行的时候呢 是用什么 你自己的账号 不要root 注意到啊 请你不要root 为什么你不要root呢 这是一个好习惯 就是避免用root 是一个好习惯 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会 删除到不该删除的档案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用root的话呢 你很可能把你的linux系统玩坏 但也不用太担心啦 玩坏 你如果真的玩坏的话 就重装啦 或者是想办法修啦 这也没那么可怕啦 不要太紧张啦 因为现在电脑真的已经好很多了 跟我二十几年前比起来真的好太多了 二十几年前真的会有linux装坏 然后真的把主机板 倒了一些损失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现在不用太担心啦 好 好 然后呢 安装必要的工具 好 十几时呢 是来做什么事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面配 十几时 十几时呢 可以让你去追踪系统呼叫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Utility Linux呢 是 是什么呢 它是Linux的 Linux的一些系统工具 Utility Linux 然后Glub Product就是让你可以画图 你可以制图的 好 那就是请你先取得程式码 好 好 那取得程式码之后 FIB BRB 好 所以你取得程式码之后呢 你可以干嘛呢 你可以来编译程式 好 你打make check 好 那你打make check的时候呢 它会先尝试编译 然后接着你会看到一个绿色的 有没有看到pass 好 这个 前面呢 是有通过的 好 但是呢 到F93的时候呢 这个F93就是什么 就是Fibonacci 93 好 93这个输入的时候呢 就是会出错 好 就是 预期呢 是这么大值 结果得到是这样的值 好 所以显然这个值是不同的 好 那你猜 就发现什么 就是 这显然这就是要让你去改的 对不对 所以大概可以看到出我们 这学期的作业的风格 大概就是这种风格 就是给你什么 给你程式嘛 然后呢 它会存在缺陷 你要去改进它 或是给你一个基础程式嘛 然后你要去提升 那提升过程中 你会发现 会有一些取舍 就是 欸 假设我要针对效率 针对执行时间去改进 我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记忆体 我假设要降低记忆体开销 我可能要 会让时间复杂度可能会增加 所以就是 你会这样 陷入这样的取舍 就是了 这就是这个世界 就是不完美 所以才有我们工程师存在的空间 好 然后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 产生出来的核心模组 好 所以要不要说呢 你看哦 这个 这个 Fibedrb.co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它是什么 它是Fibonacci Engine Driver 然后你可以看到作者 作者是我们成功大学 然后呢 它的license是MIT GPU license 还记得我们第一周的作业里面 有讲到什么 有讲到那个 叫你看一部电影 Revolution Always 对不对 然后去看这个整个自由软体的生态 好 那就有很多不同的授权 所以你可以去看这个授权 跟授权之间的 它的考量在哪里 好 那事实上呢 Linux Kernel的核心模组呢 有很多选项可以让你选 好 那这些 注意到它不是只是选项的嘛 它其实还会影响到 它的行为 好 也就是说呢 有的Symbol 还记得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到一个东西叫 Export Symbol Export Export Symbol 不要小看这东西啊 Export Symbol呢 还有一个东西叫 一个变形叫GPL 也就是说呢 我Export Symbol呢 还可以规定什么 只有GPL相容的授权 我才可以这样 才可以用 对你们有听错 写程式竟然跟license有关 对不对 你们觉得搞批啊 对不对 我就是想要变更 写程式更强的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叫你看 Open Source Free Sobic Culture 因为Linus就是很在意文化 Linus就是很在意授权 Linus就是很在意这种什么 Violation GPL violation Linus很在意这种议题 所以呢 就是你不能把Linus Kernel 当作什么 当作只是一个作业系统 它是一个文化 它是一个风格 它是一个生态 然后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生 一整个生态体系 所以注意到 你今天旋定的时候 我相信你到了第三周 应该有很感受到这种 这种规范 这种 跟你过去想的东西不同 对不对 它已经不是一个作业系统 所以你要用很多很广的城市来看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课程说明的时候跟你说 一周要投入20个小时 因为你今天看东西绝对不是可能而已 不是城市 你还不然说这种文化问题 It's for simple GPL 它还甚至可以规范说 只能给GPL相容的模组才能够用 好 那去看 酷吧 好 然后接着我可以干嘛 我可以去挂载 我们可以去挂载KnowModule 所以比方说你可以用 Instagra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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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去 去看你的 好 这时候你去看到什么 看到 看到什么 FIPDRB 对不对 请来看到FIPDRB 所以这个新模被建立了 然后你可以干嘛 你又还记得刚刚不是讲的AOSMod 所以你去找FIP 出现了 FIPDRB 对吧 而且更酷的地方是 会建立一个装置档案 DeviceFile 这个装置档案 注意到 235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数字啊 这个数字很酷啊 这个数字是 是有它的意义的 可能是235 有可能是236 所以这样 就是看你的电脑 你看像 像之前我们是236 那现在变235 这是自动分配的 然后注意到前面有个C 有没有看到 C R W 这个C就是Caricature Caricature Device Caricature Device 好 所以注意到我们去建立一个Caricature Device 好 好 然后呢 在 这边 还可以看到reference count 帅吧 我们看到我们很多作业都是怎样 相互之有关联 对吧 你看 我们在讲Stream Interning的时候 我们讲reference count 对不对 在讲这个Bibonacci Driver的时候 reference count 又重用到了 对不对 你们觉得这个作业色籤有趣吗 这环环相扣 对不对 这个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思索才设计出来的 还记得我们刚刚make check的时候失败吧 对不对 怕你忘记了 再看一下 我们刚刚打make check的时候还记得它冒出一个这个 那这个失败就是因为什么 产生计算出来的数值跟预期的数值是不同的 那 注意到呢 在Fibonacci 93以后呢 会遇到什么 会遇到overflow 所以导致没办法正确的运作 那所以呢 你可以干嘛呢 你可以有个简单的做法 我去建立一个128位元的形态 那注意到这件事呢 在GCC是内建的 所以再次你会看到 你为什么要懂编译器 你懂编译器呢 并不是要为了要自干一个编译器 我想不是 我觉得我们大学教育很多问题 比如说 不只大学教育 就是我们的社会氛围 比如说 学编译器有什么用啊 研究所考试又不考 学校无聊 浪费我时间 但是你想想 我们学编译器呢 很多时候的确不见得是为了要考研究所 研究所不考 那但是呢 你学习编译器 你是有能力去建设 有能力去了解人家的术语 有能够了解这个编译器怎么运作 最重要的是一旦呢 你对编译器有一定的认知之后呢 你可以去看它的手册 看到一些这个编译器特有的 专属的特征 那你可以去善用 所以比方说GCC呢 你可以在手册上可以查到 它其实有个 R&T128 顾名思义就是什么 就是128美元的R&T 那所以你可以干嘛呢 你可以自己重新定义你的加法 你可以去自己定义你的那些乘法操作 然后搭配前面的 搭配前面的运算 Fibonacci原本只要加法就够了 但是透过FaceDouble 你可以透过乘法 还有减法 还有加减乘 来干嘛 来做Fibonacci的快速运算 所以你就可以把那些搭配过来 然后这边底下呢 持座的时候还有特别讲到这个 Smart Stream Optimization SSO 那这个SSO 刚好是第三周的测验题有提到的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很多 我们的那个测验题 还有作业 那还有作业跟作业之间 测验题跟测验之间 其实是很高度相关的 然后呢 底下呢还跟你讲什么呢 底下还跟你讲说 这个核心模组内部 就是这个程式码内部 它怎么去运作的 我们有给你一些必要的导读 那这个就像刚才提到 它建立一个character device 那所以它建立一个character device之后 你其实可以在user space 注意到 所以注意看这个程式码 有一部分呢 是在user space执行的 这个client.7 它就是在user space执行的程式 所以它会打开刚才那个device file dvfibonacci 它打开这个device file 然后呢 用系统呼叫open write 来干嘛 还有lsick read 所以你看到至少有看到几个系统呼叫 open write lsick read 来对什么 对刚才讲的fibonacci device做操作 操作 操作之后呢 我就可以从kernel 读取出 之前运算出来的fibonacci的数值 然后可以在user space 可以做必要的输出 好 那所以这里面呢 请你自己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同学的人呢 可能会觉得有点疑惑 那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 物件导向程式设计篇 有讲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用到这个datanet initualizer datanet initualizer 这个是C99 C99的特征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C99的特征 来搭配什么 搭配运用这个 所以就会带来很多便利 就说你看 我这上面实作一个东西叫read 对吧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function 但是呢我再几下注册 所以呢 我上面这些function呢 我可以先告成static 还记得我们刚刚讲static 之前讲static吧 表示这个function 它的能见度只有这个档案 所以一旦编译连结之后呢 其实这个symbol就看不到了 但是呢 这个symbol呢恰好放在什么 恰好放在这个结构体 然后呢 被初始化成一个function pointer 所以之后呢 我只要操作这个function pointer 不管是操作read write 就相当于操作上面这个 但是呢 又可以避免 避免这个命名的冲突 因为我们在这个西语言来讲的话 它没有namespace 但是呢 我可以搭配 structure 跟designet initializer的技巧 对物件做封装 所以呢 这也是我们在之前讲 就是我们讲那个 在你所不到的西语言 物件导向篇 说物件导向是一个 一种思想 物件导向是一个风格 但它不见得受限于这个程式语言 然后就讲这样的概念 好 所以我们就 所以你看 再次又看到物件导向的一个风格的程式开发 注意到 Linus kernel大量的存在物件导向 我们之前还会看到 之后还会看到继承 对你们要进入 Linus kernel可以做 物件导向的封装 继承 那可不可以做多型 可以 而且它多型很美 你一定说不相信我在讲什么 对不对 好啦 自己去读文章啦 这个什么 你就打这个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然后就会看到这个什么 看到这个 讲那个kernel的 Object programming in C 还有Object oriented in Linux kernel Design pattern in Linux kernel 它其实就讲到 封装继承多系 而且呢 可以很优雅的释出出来 好 那注意到呢 在原本的程式码呢 它的 它的 使用整数 整数形态去储存数值 那但是呢 显然它会有这个上限 那我们把它扩充成这个更大数值的时候 比方说扩充成128Win的时候呢 就可以得到更大的这个有效范围 但是呢 付出代价也是很可观的 因为你以前只要操作 操作 操作 一个word 或是操作一个 就是不管是64Win 还是32Win的word 你以前只要操作这个word 而且呢 你的处理器本来就有识做and 你处理器本来就有识做那些multiply 对不对 但是呢 相当是我要自己去识做自己的 自己的乘法 自己的加法 这些还有自己的减法的操作 然后呢 既然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client端 呼叫的这个 呼叫这些系统呼叫 那我们其实就要了解这个VFS Virtual File System 那所以注意到这个 我们现在实作的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character device driver 对吧 然后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character device driver的 这个行为 然后那这边来讲话呢 你又发现什么 这又是物件导向风格 对没错 物件导向片 所以请你复习它 然后呢 这边就跟你解释 包含说你可以对照看这个 核心设计的这个档案系统概念 跟它的实作手法 然后呢再来是 我们既然要测量时间 测量时间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就是 因为你今天要在kernel里面测量 有很多原因我们不能只在kernel里面测量 为什么 因为显然呢 你看到 显然如果说你只在user space测量 你只能记录 进入kernel时间 离开kernel的时间 但是你看不出kernel内部做某些操作的时间 kernel内部是个很复杂的东西 对吧 你话说看到好多东西 所以呢 如果你只在kernel.c里面做时间测量 你只能记录从user space到kernel space kernel space做完一堆事情 再回到user space 那这个东西是有成本开销的 比方说mode switch mode switch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我们今年应该会发表一篇论文 就是讲这个CPU mode switch的开销 直接跟你讲结论 直接就是说 我们发现 在server的情境 像就是webserver database的情境来讲的话 它的mode switch开销非常惊人 光是把mode switch开销降低的话 不是完全消除 只是降低 那就可以提升整个performance 可以提升百分之二十到五十 这个很惊人 就是你只是做什么 程式码逻辑都不用改 你只要降低CPU的mode switch开销 在频繁执行的程式 它有可能会提升百二十到五十的效能 所以这个很酷 就是 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开销有多大 所以你看 这显然 我们需要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 不是依赖user space去测量 是在科隆内部测量 而且注意到user space 有可能会遇到排程 也就是说你user space的时间其实是这样 它是不精准的 我从user space呼叫系统呼叫 然后做那些事情 然后再回到user的时候 有可能会重新排程 或者有新的中断机来 所以我势必要用到科隆的API 去做时间的操作 那这时候就需要用到HRT High Resolution Timer 那注意到在Linux上的HRT的话 通常可以达到1microsecond的时间精准度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刻度 就是10的-6次方 这很重要 因为在user space一般来说 拿不到那么精细的 user space一般来说 大的东西都可能是minisecond 就是10的-3次方这个等级的 但是HRT 适度的使用的话 可以拿到microsecond级10的-6次方 那这东西很重要 因为我们很多运算 其实耗费的时间是很低的 在科隆来讲的话 很多时间成本金都不高 但是累积起来会很高 像Mode Switch也是一样 Mode Switch在现代电脑来讲的话 大概就只有600個nanosecond 听起来很低 但是Mode Switch会执行上亿次 所以你看600个nanosecond 乘以上亿 哇 这个时间大了 你说我怎么想到这个东西 这就是观察 所以你知道就是 这就是我们在Linx核心设计 想要做到的事情 带着同学们去想 带着同学们去探索 给你吊杆 而不是告诉你画一些漂漂亮的图 然后说这是科门 那你可能从头到尾整个学期 学到的东西是各式各样的图 对吧 你还记得你在作业系统那本书 学到的东西是什么 不就是一堆图吗 不就是一堆表格吗 你除了图跟表格 你根本没有学到什么key 对不对 对不起 就是你没有学到 跟实作 跟真实世界运作的东西的关联 对吧 这不能怪你 但是 saucecode给你之后还看不懂 那就要怪你 对吧 好 所以注意到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在探图的地方就是知道 这个什么 知道说这个 课统里面有哪些计算时间的方式 然后怎么去建立 使用这个K探D 然后底线T 然后取得 那这过程中 你可能也需要了解一些背离知识 比方说 Linux核心设计Timer跟管理机制 好 除此这种东西 好 然后再来是在Client.c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档案 那里面也会有一些必要说明 好 其中有部分就是说 在Kernel里面有个API 它叫做Copy to User Copy to User 顾名思义就是什么呢 就是 会把 资料 从Kernel Space Copy到User Space 所以注意到 User Space 跟Kernel Space 在多数的作业系统都会做区隔 所以做 Isolation 所以事实上 Kernel做完运算的时候 不能只是说 我算完了 不行 因为它还是要把Kernel 算完东西 Copy到User去 这才会完成 那注意到Copy to User 是有成本的 上面有跟你讲 每个Byte 有22个Nail Second 所以注意到 当你在做效能分析的时候 其实不要忽略这件事 好 那接下来讲 跟效能分析有关的提示 好 因为我们现在电脑来讲的话 你现在接触到 大部分的 绝大多数的处理器都是多核的 所以在多核的状况下 你该怎么办呢 很麻烦喔 因为多核的状况下 你要去降低一些干扰 比方说 你可以让程式都固定在某一个CPU上 然后 聊着这个Affinity 请你看一些相关的一些描述 那你可以设定说 CPU固定在某个 就是任务固定在某个CPU上面去运作 那甚至呢 你可以在 限制 限制CPU给特定的程式用 就是说 我不只是 我不只是指定程式 只能在某个CPU上执行 我可以Isolate 注意到这需要重排机 就是你需要修改你的设定档 然后重开机 比方说 我把编号0跟1的CPU保留下来 然后呢 在下次开机的时候 0跟1的话呢 只会透过前面讲的test set去设定 或者平常状况下 没有其他任务可以用到 这个CPU编号0跟编号1 那这样可以降低干扰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你需要干扰 比方说抑制SLR 所以为什么第一周会有那个什么 会有这个 会有这个PRNG 也是为了这件事 去说明 然后呢 在intel处理器呢 你需要关闭这个turbo mode 降低干扰 好 然后呢 底下呢 就跟你说明说 这个Kerno module 到底怎么挂载的 请你花点时间去理解 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 整个聚集的使用呢 使用的如果存清 就是像这种 有一个警号的啦 两个警号的啦 用法 然后这可能第一次你看到 那么复杂的东西 你可能第一次看会怕 就是Linx Cloud 大量的这些东西 所以你要去熟悉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那么强调西元的素养 如果你从到了 你西元就没有素养 对不对 你没有很强的认知 你没有了解它的技巧 你看到这段程式 你会在干嘛 你就当做没看到 就说这不重要 这东西超级重要啦 如果没有这一行 你根本 那个什么 Kerno module的资讯 根本印不出来 所以这个底下呢 就跟你说明 他的那些必要的考量 然后底下继续是 Kerno module的分析 好 那也跟EF 执行党格式有关 那跟他的这个 至于说他执行在哪一个 呃 执行在哪一个区段 有很大观点 好 请你花时间去了解他 好 然后 然后我们在统计的过程中呢 你在统计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会遇到一些极端值 所以这时候呢 你要复习到统计学 所以基率统计 所以注意到 为什么 在大学的资讯系 基率统计 为什么是必修 通常是必修 为什么 因为往往呢 你需要用到统计 去去除极端值 所以呢 你比方说我假设 取的是95%的信贷区间 如果你要取95%的信贷区间 你就要找出那些outlier 那你要去设计程式 把那些outlier去掉 好 那底下有参考的程式 可以搭配做观察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说呢 在这个可以看得出 用PURF这样的工具 可以看得出什么 像刚才讲 那个Copy to User的开销在哪里 然后那Kerno实际上 执行Venuase的开销是什么 那在User Mode呢 测量出来时间又是什么 然后呢 你还可以再透过那些手段 去把那个统计的手段 把那个极端值去掉 好 那在你实际上开发程式之前呢 这边有一些检查事项 好 就是说 你的电脑上有没有乖乖的 符合预期的做好这些设定 而且要实体的电脑 不能透过虚拟机器 注意到 不能透过虚拟机器 否则你的测量 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好 那上面呢 有一些参考材料 好 那方面论文啊 请你什么 请你摘要 然后去解说 透过这个 像那个Kerno-Venuase这样的一个指定 到底如何去加速这些 冰封上的运算 这个落差可以很大 好 然后呢 再来是 就是 如果你乖乖的去把这个东西读完之后呢 这个问题就可以回答了 就是说 到底加速运算的技巧在哪里 好 那接着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去年同学写的报告 好 那这个同学写的报告呢 就不是只有加速了啊 那其实还有提到说 怎么去改进机体的开销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更快 很多同学以为说 改进程式就变更快 没有 包含机体开销 甚至包含安全 包含说它的界面 怎么让它更友善 更容易扩充 这都是改进 那变快只是其中一个 好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说 在去年同学 就是说你看他 他一开始是什么 他去设定好他的电脑 然后呢 设定好他的调整 所以 你看到一开始 一开始得到东西是这样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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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 抖来抖去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 后来加入一些 排除一些干扰之后 好很多了 对不对 看起来好很多了 就看起来拼花很多了 然后呢 之后他会用一些统计模型 就会得到更漂亮的曲线 好 那接着呢 就是在 这个 他就提到说 什么 提到说像那种Face Doubling 他的这个 实作技巧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东西很惊人 你看到 就是 如果你只是用那个 佛回圈 佛回圈 写一个Iterative的版本 不是用地回 但是就是Iterative的写法 所以你看他是线性的 就是N越大 计算时间就越久 可是呢 你用前面感觉 Face Doubling 然后呢 哎 这个时间看起来很漂亮 注意到 你不是看他一直线 就觉得他是长数时间 很多同学看他直的就是长数时间 他其实他不是长数时间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N是多少 他之后呢 N如果变得很大 如果是1万 难道他还是平的吗 什么叫Constant Time 也就是说 我们讲Constant Time 或者讲O1 是说 我的耗费的时间 不会随着什么 不会随着这规模的增长 而什么 而会有现金关系 但是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其实不是 好 然后呢 底下呢 他就注意到这边还没用到 刚刚讲的COG 现在现在看嘛 用到COG 那所以呢 就是 你看到说他的那个 时间的那个 那个缩减 所以你看到 呃 呃 紫色的部分呢 是 紫色的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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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用到那个COG的 然后呢 用到COG 反而更慢 他就开始想 为什么更慢 后来发现 事情有蹊跷啊 是不是 后来发现 原来是我自己没有处理好 那 改好之后呢 用COG实力会很快 尤其是在大数 那除了这以外呢 他开始研究大数运算 那大数运算的话呢 呃 他也去建立一个结构啦 去探讨说 哎 怎么建立一个大数运算的操作 好 那当然显然我要去实做一个 加法的操作 好 那除了实做加法操作以后 他也做乘法 好 那还有做这个 shift swap 好 那做完这个大数运算之后呢 他就可以计算 而且可以计算这么多项 哇这很惊人对不对 这几项 十万项 对不对 这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值 好 然后呢 但是呢他就开始做 开始做这个分析 好 然后 那我在过程中给一个big num big num 等下你会看到程式嘛 就是在这个 这个底下有说明 会有个big num 那big num是我实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big num在这里 诶 那但是你看到 就一开始让你感受到那种挫折感 对不对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iterated是在这里 哇 的确是很花时间 那iterated后来有一个什么 后来有一个改进的版本在这里 就是参照的版本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phase double 诶 看起来有变快 但是跟我给的程式嘛 还是有差距 对不对 从这边跟这边还是有很显著的差距 好 那他接着就是 接着呢 继续探讨 到底想 他去研究问题数在哪里 所以他还研究perf怎么用 那 所以底下呢 也可以看到perf的用法 然后他也去想说 有没有改进的空间 诶 诶 改进之后呢 他就 逐步的去提升了 所以你看到 这些绿色的地方 就是说 绿色的地方 跟我给的程式嘛 诶 刷季就变小了 所以你看到 一开始差距很大 对吧 还记得吗 刚才那个 给的这个 从这个实作来讲 我给的实作在这里 我写的版本在这里 那同学写的在这里 所以一开始很大的差距 诶 可是后来呢 他找到一些方法 找到 包含说他分析的方法 有之后调整 所以绿色的地方 哦 起来好很多了 那接着后面呢 他又去思考 数学上的这个方式 但是他用的这个 就是 他又发现 诶 其实数学方法是不同的 而且可以减少 减少运算 哦 这时候呢 诶 这就看起来不错了 你看到 就距离就拉得更近了 对不对 甚至有这个Case 还比我写的快 好 然后呢 之前发现什么 机体管理呢 它是 会有这个动态机体配置 那注意到 动态机体配置呢 是会有成本的 而且有可能还会遇到 所以呢 他后来就开始思考 我可不可以 共用机体 就是说 他想要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Swap Pool 就重用这个机体 然后呢 这个机体开销降低之后呢 其实是有帮助的 然后你看哦 这东西很有趣啊 就是 我给的程式码是这一段 然后呢 你看哦 很有趣哦 就是在一开始呢 资料比较小的时候呢 反而怎样 这同学的持作呢 就比我给的持作来得快了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很棒的 就是说 呃 所以这表示啊 就算我看起来是一个 比较有经验的开发者 对不对 各位同学只要专心自立 与突破 专心去反省 专心去 找到空间 然后用 当你要去读论文 然后要让你的 从理论到实作 都有很多的那个 准备 所以但是就是 超越我 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要超越我呢 那就是你太差了嘛 就是你一定要比我强 你一定要比上辈 你一定要比上辈 前辈 你遇到那些前辈来的强 否则你在这个资讯科技里 活不下来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像这样的 他花了很多时间呢 去做这种分析 然后呢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 所以呢 那请你干嘛 请你告诉我呢 他做了哪些事 那 当然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你不只做这些事 你还干嘛 不只是做这些事 你还重现 那当然一开始呢 你可以拿同学 去年同学的这个程式 在你的电脑上重现 那注意到呢 因为电脑架构不同 所以有可能 因为Microarchitecture 就是你都是S86 都是Intel处理器 但是Microarchitecture不同 所以有可能 同学会快的 在你的状况不会快 这有可能会发生的事 你也把它列出来 然后呢 当然 在过程中如果你发现 他做的还不够好 我去改进他 注意到你一定要有这个想法 就是给你程式码 就是什么 要改进了 给你程式码就是想到 他有哪些不足的 修正他 好 那在这个检查清单里面呢 还有什么 这个Lsmod 这个UseBy RifusCounting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然后呢 在这个程式里面呢 有这个DefineMutex 这个Mutex呢 跟你在作业中学到Mutex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这个需要用到Mutex 那到底有什么需求呢 那为什么会发 就是这个什么考量呢 这个就是什么 变形和多植营续层设计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作业很有趣吧 就是很多东西都要考虑到 所以作业要求是什么 就是请你回答上面的这个清单的所有问题 哇 要想东西真的好多啊 对不对 要做事真的好多啊 好 然后呢 原本呢 原本它的值到93以后就是错了 那所以请你去修正 而且还允许要可以输出很多的这个很后面的数值 那善用KTime API 那UserBase 可以用这个GetTime 这个API 然后呢 制图 除了制图以外呢 还要去探讨这个 你甚至可以干嘛 可以思考一些统计界面 就是说 你原本呢 是用PrinterK去一输出的 但是我们甚至可以透过 SysFS 这样介面去输出 那底下有些范例可以做参考 好 然后呢 当然你要去改进 然后这边有个BigNum BigNum 就是我给大家的程式码 那这个就是经过高度最佳化的程式 就是针对那种大数计算 但是还有改进空间 它已经很好的 所以你看到 去年同学 他看了我的程式码 他一开始觉得 他的程式码跟我的程式码差很远 但是后来拉近了 而且甚至在某些状态下还超越 而且注意到 这里面有几个地方故意行坏 所以你应该还可以持续在突破它 好 但是在你这之前你要干嘛